央视对天鹰无人机的原型机在2017年的首飞做了公开的报道 其中一些细节啊挺值得玩味的 那么报道中看到的一个故障啊 更是爆出了天鹰无人机的性能强大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顿平 天鹰无人机啊 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大 曾经在珠海航展上那就展出过了 它的定位啊就是战役级的战术渗透侦查为主 这种无人机 那么结合曾经展出的实物和这次的报道来看啊 有些细节还是挺有意思的 首先我们看它的气动外形吧 采用飞翼的布局啊 这很明显是强调这种高隐身性能 也就是说呢 要用这个隐身啊来进行突防 到这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完成侦查任务 而天鹰的操作面呢 这些整流罩啊 哎 特别有意思啊 全都集中在机身的上表面 也就是全在这个背上 下表面 机辅那一部分 那非常的整洁和光滑 这和我们见到的像 C120啊 F35啊 这些隐身机非常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要特别的来应对 来自下方的雷达威胁 也就是说 它肚子要特别的光啊 防止下边的这些雷达过来之后呢 能减弱它雷达探射的这个反射波啊 也就是说 飞机呢 它要在非常危险的中高空去执行任务 第二啊 我们再看这个外形啊 还是要说的 特别的整洁 那么你这个外露的一些这个口盖啊 看不大清楚 可是你侦查它就需要进行雷达 进行这种电磁波的侦查 以及光学设备的来侦查 那么这些天线和光学设备的窗口探头什么 又在哪里呢 那看样子啊 这天鹰呢 是没有采用光学侦查 而是使用了雷达进行这个侦查探测啊 也就是说 我们以前老说的这种贴片天线 可能在天鹰上得到了一些应用 而且贴片天线呢 在这个很多场合已经多次展出了 没准在这方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成熟 如果天鹰真的使用了贴片天线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的范围内 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应用了 这个呢 就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了 在公开的报道中啊 这个报道本身 它似乎特意还安排了一个排查故障的这么一个细节 我们注意央视的这段报道中之后啊 有那么一段花外音 有那么一段背景音 就是这个三号 它可能是这个事非人员中的三号啊 它说这个三号报告 差分定位异常 紧接着呢 就是工程师的这个回答 说要不咱们看看这个差分的PDOP值怎么样 那么这个PDOP值是什么呢 它呀表示的是位置精度强弱的意思 那是什么位置呢 就是卫星啊 就是这个导航卫星的几何分布的位置 卫星分布的程度越好 那么这个PDOP值越小的话啊 这就说明这个呃 比如说它小于三的话 就说明啊 它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定位的效果 就更好啊 它这个定位精度就更高 那么作为天鹰来讲呢 用这个比较好的差分数据呢 来去进行自己的导航定位的话 说明它的呃这个精度是比较高的啊 当然了 它一定是使用的北斗系统 而这个北斗系统啊 这个北斗差分导航的这个精度啊 非常的高 你按说作为一般的通常的这种飞行任务啊 它导航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那么它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精度呢 那就可能有意味着两点 这第一呢 它需要自主着陆或者是着舰 尤其是着舰啊 对这个高精卫这个导航定位的要求非常高 你那个尺寸 你那个位置啊 和你那个呃 这个滑跑的距离等等的 呃 对应这个降落和起飞这些跑道的位置 要非常的准啊 它跟陆地上不一样 你差出一两米 它都不行啊 所以呢 很有可能天鹰未来 它还有舰载型 那么第二一个需求呢 就是天鹰可能要进行空中组网 那个组网对你的呃 导航的精度要求也非常高 要这么高的定位的精度啊 可能还意味着天鹰啊 它在一定程度上 它会实现自主飞行 也就是说啊 它采用了这个智能技术 能够实现一定的自主飞行 那么这个天鹰就和像翼龙啊 彩虹啊这类大型的插打一体无人机 需要全程进行地面战操控 它就不太一样了 这无疑呢 又是世界比较领先的水平了 至于说这个空中组网这件事啊 多架的天鹰可以在空中组成一个大的探测网 你可以理解为啊 就把这个地面多极纸雷达这个系统啊 你给搬到天空中去 变成天空版 那么多极纸雷达要求什么呀 它要求共同的坐标和共同的时间机 所以呢 要求这个对定位导航这个精度 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探测网 它意味着一套更安全的战术 甚至包括战略侦察的和预警能力 也就是说啊 你即便说是预警机被击落了 那么这个侦察网呢 依然可以发挥强大的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说 天鹰呢 已经不仅仅是战术侦察 还具有了一定战略侦察的作用 天鹰呢 就是这套战术战略侦察系统的一个基础平台 当然它以后也有可能发展成插打一体的 但目前来说 它作为主要用于侦察的话 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理念非常的先进 并且呢 已经得到了应用 这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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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